這個不是運動來的 這個是中共的整個計劃來的 趁台灣總統上任 就發起一輪東西 在武力那方面 就是那些軍艦圍著台灣 接著在立法局發起這套奪權 實際是一個奪權的 用立法來奪權 就擴大 今天他們在立法院裏面有大多數 加上國民黨和民眾黨 有大多數就擴大權力就奪權 想奪其他五權分立裏面其他四個權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而且我看上去下個星期就通過了 它分開一件一件 分開五個五方面來 下個星期二、三左右就通過了 因為它是有大多數票的 這件事現在人民 台灣人民就是被動了 鬼決你選了它 我那天選舉我也在 台灣選舉 民進黨拿了40%票 其他60%就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他們兩個說了 事先都說了 南伯要合作 合起來 原本就是拿總統 拿不到總統 起碼拿了現在 拿了立法院 這個大家都清清楚楚 完全沒有疑點的 別人說了這樣做 看著它這樣一步一步進逼 所以這次運動不是運動來的 這次是一個共產黨有計劃的進攻來的 又有武力的包圍著台灣 整個基本上就封鎖了台灣 另外就在內部搞 可能立法院這次是其中一個行動 因為在根本大陸中共在台灣裡面很多滲透 它可以發起其他東西的 在商業方面 工業方面 它很多很多是它的人來的 在媒體方面 全部都是它的人 媒體它差不多影響力很大 所以這個問題還沒完的 現在習近平的意思是說 它不是給你一些顏色 可能這個就是它的攻勢 它的攻勢用武力它不動 你又不怪它 它不開炮 你又不說它是武統 但是它在台灣裡面做什麼呢 你又不怪它 它說是人民發起的 國民黨是人民來的 民眾黨也是人民來的 你不可以因為這樣跟它打仗的 變成了外國都沒有辦法幫 這個立法院可能是一件事 可能它還有其它的 它還有很多其它東西一起發起 這樣就失陣了 你變成了外國沒有辦法幫它 因為你變成了內部 台灣內部的問題來的 內政來的 那你說頭不頭痛呢 所以說到最後呢 就是台灣人是沒有準備 完全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 他們一直都 台灣人沒有受到教訓 但是呢 在大陸受過教訓 那幫國民黨的人來到台灣呢 忘記了 跟香港那幫藍絲一樣 家裡被人全部被共產黨破壞了 根本就是全部收了來到香港 現在還在支持共產黨 跟香港那幫藍絲一點分別都沒有 所以人類真是老老實實說 那個警覺力很低 覺醒能力非常的低 所以我看 今次看起來呢 台灣很危險的 實際很危險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了 有10萬人去到立法院那裡示威 靜坐示威 這個但是 改不改 改不改得到呢 不知道 他們有些呢 就是他們本身選區那裡 想辦法罷免那些議員 那又是那個法律上呢 好像說起碼要給他做一年之後就可以罷免 那現在呢 譬如啊 台灣賴清德到時呢 或者不簽那個議案 甚至呢 解散立法院 那這些可以做的 但是他夠不夠膽這樣做呢 就要看了 現在接下來這幾個月呢 就很多事情看了 但是這個實際呢 誰挑起的 不是台灣人挑起的 是中共挑起的嘛 他現在就是 就是 他對台灣 當然台灣和香港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目的是一樣 他對台灣的目的就是要 要截管台灣 就是要截管香港那樣 手段未必完全一樣 是吧 但是目的完全一樣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他一步一步進來 台灣能不能頂得信呢 就是靠台灣的人民 人民是主題 因為人民可以發揮力量出來 你兩千多萬人民可以發揮很大的能力出來 那這件事呢 如果人民起來和它鬥的話呢 全世界就會幫你 如果這樣 大家都說 看看你怎樣先 拖一下拖拖拉拉拉 又會變成香港了 因為接下來呢 都六四了嘛 其實你都看到 台灣這次呢 這麼多人在那個立法院出面呢 都好像香港之前《粉送中》那個警將啊 大家都覺得很熟悉的 那你怎麼看人民的那種覺醒的力量呢 老實說 老實說 台灣到底軍隊裡面有多少頭 警方有多少頭 沒人知道的 大陸做這些可能很久以前 他一直都在老謀心算 在那裡做事的 軍隊到底有多少是真是忠於台灣的呢 有些覺得 哦 台灣有很多人 軍隊裡面你不知道那些人的思維是怎樣的 所以我不要以為肯定人民可以 人民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當然那些軍隊的親戚都是人民 那些警察的親戚都是人民 是吧 所以人民如果站起來呢 那些變成軍隊啊 有其他方面 公務員啊 其他方面呢 就會不敢拒絕去大陸那邊 所以人民一定要表達 堅持 不可以被共產黨在台灣 根本老早以前呢 民進黨控制立法院的時候 老早就應該通過 親共是不合法的 但是沒有通過 現在呢 中門大開 那些議員可以在大陸開會請教回來 然後回來做事哦 那個十幾個議員可以飛去大陸 哪裡有這樣的 明明是敵人來的 還說 我們要不當他是敵人 就是明明中共是敵人 要消滅 要整個消滅你台灣 還可以不當的人 任由他控制了所有媒體 任由他自由出入 任由他自由滲透 怎麼可能這樣做呢 你可以用法律手段 應該早點用法律手段 共產黨根本就是非法的嘛 定了他做非法組織 誰親他就是叛國 這些國安法的條例要定的嘛 人家都懂得定國安法了 反而台灣不懂得定國安法 我真的不太明白 講到最後 我說你們可能很尊重的是蔡英文 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 但是這方面 和抗衡共產黨做得不夠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那些是左左地的 蔡英明 我們自由 我們開放就沒事了 誰說沒事 你看 美國就是了 開放了 墨西哥那邊境都開放了 直至怎樣 犯太尼 非法移民 所有城市 美國的大城市 你都不敢去 那些學校裡面 反猶太人 這樣那樣 美國就失控了 你給它自由 給它共產黨 給它左派的自由發揮 你出資現在就失控了 台灣已經遲了 應該早早地就拿共產黨 作為一個非法的組織嘛 那你哪個國民黨去親他 民進黨去親他 知道是犯法的嘛 這些早應該做 現在太遲了 你覺得可以怎樣去補教 沒得補教 希望人民 多些人民 你說他十萬人實際不是多 我們香港一個城市港 出來百幾二百萬人 你覺得那個比例呢 台灣一個台北 你跟參加 我猜跟香港不上下人口 只有那十萬人 你說是不是夠不夠 夠不夠 激烈不夠啊 但是幸好台灣的警察未必是受共產黨控制 或者受國民黨控制的 這樣未必有事 但是呢 你說十萬人很多 不是很多的 比例起香港 我們最清楚的 我們那個時候都自己有參與的 所以是問題來的 未夠啊 遠遠未夠 就是保護台灣 我現在說的 還沒去到消滅共產黨 只是保護台灣的人數都不夠 嗯 是不是那些人覺得這個問題 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就是了 就是了 你想一下媒體它控制了嘛 你明白 台灣的大部分媒體被它控制了 那些媒體不說 或者說一些反話 那些人民呢 相信媒體 這個就是問題的 你這樣被它接管了這些媒體 將來呢 很多事情人民都沒辦法醒覺 媒體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在說的事情 不要以為是不重要 很重要的 很可惜台灣人不是很懂得聽廣東話 沒有辦法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嗯 你覺得會不會演變 以前好像上次那個太陽花軍隊一樣去公約立法院去佔領 就是太陽花的了 但是上次共產黨不是準備那麼充份 這次不知道的 可能過去那10年 共產黨可能已經埋了很多地雷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的 看看它拿什麼出來的 就是人家沒有停過 共產黨100年了 對付其它的黨派 對付其它的人從來沒有停過 所有事情 在包括台灣 在香港也有全部еж艙 所以共產黨當局工作 我們在其實我們好像沒事一樣 尤其是台灣i dólar 以為自己沒事 一半的... 我在台灣在過去一個年了 去了10次 台灣人以為 Atlanta 他不搞那邊 大陸是不會搞你 但是有這樣的示範 人家已經下了決心要統一你的嘛 所以其實他不敢罵共產黨 一罵就 我罵他 他就來打我 哪有這樣的心態 一半的台灣人根本想著 沒有問題 共產黨來到 美國也是大國 中國也是大國 我們不靠美國就靠中國 這樣的思維 你到時他就知道 香港人現在知道 那時候說黃絲在街上搞東西 所以搞出這麼多問題 現在黃絲沒有了 是不是香港經濟好了呢 挽延了香港 那麽美國的媒體 80%是左派控制的 他不罵中共的 從來不罵的 中共在上面做廣告的嘛 那民主黨就和中國大家有配合的 變成互相大家有默契的 這個問題大到不得了 不只是台灣的問題 是全球的問題 但是香港的問題已經很遲了 就是脫不了勾了 已經和中共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脫不了勾了 那你說這次 你就說一下 好像電動車沒什麼關係 電動車拿全世界 那些全世界的汽車公司 包括日本、德國、美國那些電力公司 全部投資在中共 全部死了 全軍覆沒 因為中共想著自己生產電動車 拿你所有全世界的其他的汽車 根本就淘汰了 一套淘汰了 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這班汽車公司 宮田也好 Benz也好 BMW也好 破產了 你沒有了這個市場 破產了 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時候是中國市場好 這兩個人 他們不知道 這次 中國在這裡和它 秘密地進行 搞到全世界的汽車工業 它不需要運電動車去你國家那裡 你在中國那些投資 那些合資也好 毒資也好 破產 你的車完全不能賣 整個中國就變成了電動車 接著你的外國車 全部是倒閉 這個影響到它總公司的 這些是它完全是有計劃的 長期 起碼有20年的計劃 今時今 那個汽車工業 中國的電動車的崛起 是20年 當然最後的結果 它自己都受傷 但是問題是全世界的汽車工業被它破壞了 所以現在它什麼歐盟啊 美國啊 都是說這件事 這樣 現在不給它進口而已嘛 就是說加稅 等到它進不了口 但是不等於什麼 你看第三世界嘛 第三世界原本就買你歐洲的車 現在全部買大陸的電動車 那你說歐洲 歐美 歐美 日本那些汽車公司 它只剩下自己的市場可以保得住 中國的市場沒有了 第三世界的市場沒有了 第三世界很大的 你不要看啊 印尼啊 泰國啊 跟著 非洲啊 中東啊 很大的市場的嘛 那你中國的那些 噓噓聲的那些電動車 這麼便宜賣出來 就玩完了 它整件事是戰爭來的 這場的汽車 是一個戰爭 現在老實講 不是中國全贏了 但是你外國那些 所謂自由世界的那些汽車公司 給它玩完了 中國沒有全贏了 但是起碼在大陸的市場就佔領到 第三世界的市場就佔領到 但是你呢 就不拿你玩完 所以中共所謂勝利不一定是賺錢的 它在大家在那裡 大家互相在那裡 你死我活的情況之下 你死得大了 它不怕死 它沒什麼所謂 它起碼保住了自己的市場 它可能都是輸 但是你是大輸 它是小輸 這樣計算的 共產黨打仗 不是說贏了 叫做贏的 它有時候大家互相抵銷 它覺得它損失少了 它就贏了 這些東西西方不明白 台灣這件事還沒完的 你看台灣 這次呢 變成台灣那些人民就回到他們的選區那裡 那些民主黨 想辦法罷免的那十幾個議員 那十幾二十個議員 就是說這次國民黨在那裡推 它在那裡推這件 它說叫確權 我叫奪權 根本是違憲的這件事 它就想辦法做 但是成不成功就不知道 要快的 就是回到那裡 就直接威脅那些議員 說以後都不會投票 那它可能會 臨美可能下個星期 星期二之前 可能會翻過來 不知道行不行 否則通過了 不是很難推翻的